据说这个三问的声音啊 像航海船众一样红亮 万表流行力 刘老师您再来一杯咖啡 谢谢啊 我这团队给太牛了啊 两天给我安排了14个品牌 咖啡我都第六杯了 我都快成了咖啡壶了 刘老师咱们该走了 好吧 我跟你说实话啊 这表展第一天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是这儿 听了机家讲的这个介绍 我才刚刚知道 原来在二战结束以后 机家也生产过 那个军用的飞行员手表 Mark 11 它是在1945年生产的 因为以前就研究这个军用飞行员手表 研的Mark 10 Mark 11 一般都集中在IWC啦 德国那几个牌子啦 没想到呢 机家也同时为 英国的皇家空军 海军航空兵 和其他国家海军生产 这种军用的飞行员手表 你在这里看到的 就是1945年生产的Mark 11 其中有一款是正宗的军用手表 上面有一个三枪标志 这是英国军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一个是领航员用的 一个是普通飞行员用的 机家把这个拿出来呢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做坚固耐用的手表是有穿透的 这块表说一说啊 这是我们导演发现的 他说这块表怎么那么像是饼啊 这是一个七年代运动表的一个造型啊 它的外形实际上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 这块表呢实际上是具有想闹功能的 因为想闹功能特殊的要求啊 这个结构应该来说还是合理的 说了半天军表啊 还有导演说像试饼一样的那个闹表 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一种铺垫 它铺垫的是机家在运动表方面的建设 军念的新品就集中在这款表 这是机家北辰系列的最新款的即时码表 它的外部识别呢很有意思啊 就是渐变灰色 很多人对这个灰色情有独钟啊 看来看去的 确实是这个灰色的盘工艺挺复杂的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它的机心也是很复杂的 我们说纪师码表 讲究的是集成自动商贤的带助轮的 最好是垂直离合器的机心 对吧 这款表机家的761机心 完全满足了刚才我说的所有条件 这是机家的实力所在 外形嘛除了这个灰色以外 它这个皮带也做了一个配色啊 总的来说呢 北辰系列是机家最近主打的运动系列 即使呢又是这个运动表里比较较真儿的一个功能 全在表里 佩南海啊 起家是给某国海军做表的 从1993年开始 它从军用表转到民用表 军转民以后呢 佩南海经历了一个长度的发展 从那个简单的坚固耐用的军表 发展成具有高复杂功能的 比如说什么驼飞轮啊 三位啊 包括天文功能的各种复杂功能啊 万年历程的都有啊 今天在表展上呢 我们建几款那个比较接地气的 关于手脚的尺寸的趋势啊 佩南海的叫GOTET 就是很红的一种黄金啊 这个黄金呢 用在它身上呢还是首次 另外呢 它的表盘呢 为了配黄金呢 用了一种特质的一种茉莉色 意大利人在色彩拿接上还是很赛好 钢款的毒味呢 就是还是佩南海的一些签名的元素啊 比如说三明治表盘啊 还有这个表壳呢 带表官护桥 材质这是钢款 但是它这个表袋呢 是比较特殊的啊 这表袋呢 你仔细看这个机里啊 是Prada的 品牌是Prada 但是材质是Renelon 什么叫Renelon啊 Recyclable Nelon 再生利用的尼龙啊 表袋的背面 一面打的是Prada Renelon 另外打的是Penahai 所以这是一个 意大利人很足的一款 实际上针表是透底的啊 但是我们拿的是样表 但是这个表扣这是真的啊 独威系列呢 在从近年开始呢 用了这个折叠表扣了 这个很多男生会喜欢的 说点铁杆表面喜欢的啊 大家都喜欢复杂功能 Prada Renelon 从93年实现均转名以后 在这个高级质款方面呢 有了这个突纹能力的进展 它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这款啊 你看它有这个驼飞轮 这个驼飞轮呢 跟Prada Renelon 很多驼飞轮一样 它享受着这个壳形 得天独厚的条件 就是厚啊 所以它的驼飞轮的旋转的方向呢 跟机芯平面 它都是垂直的 它有的是空间 对吧 再一个比较神的功能呢 是三问 这三问呢 从这里激发 还不是那种传统的 滑块式的这个三问啊 它是用这个按钮式的激发 这也很独特啊 好像跟这个佩奈海的壳形 比较配 镂孔表盘 开放式表盘 对吧 据说这个三问的声音啊 像航海船众一样红亮 但是很遗憾 这款是样表 如果你真喜欢这种功能啊 建议去到店里咨询一下 绝对把你震晕 Speak Marine啊 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 这块表啊 看着够热闹的吧 这是一个 它这个品牌的一个特点之一啊 但是这个在这显现不出来 我给你看另外一款 这款呢 有点它的意思了 主要这个表壳啊 这表壳是 Speak Marine 它自己设计的一块 很有特色的一个表壳 但我要说的是这个表盘 这表盘是一个微绘图案 考拉图案啊 据说是用了十几道的漆 才在形成的这个微绘的效果 这个是一个工艺项目 这咱就不说了 然后说是这个吧 这个呢 你别看简单 但是很有它这个品牌特色 这个它所有的表 都是这么一个布局 另外这个颜色呢 智慧就是表展专门设计 表出来一种红色 很独特的啊 你写人了 考虑一下啊 你觉得表壳是什么产品 大哥里有人说是钢的 包括我本来一开始 反应也是钢的 但实际上 五级钛 为什么五级钛 很简单啊 它变于打磨 如果你看它这个表圈 这个多层的地方抛光 加上侧面这个拉丝 你就明白它为什么要五级钛 后面看它这个机信啊 摆轮 这个地方是微型摆驼 厚度拿捏得非常好 上手以后呢 这个很显好 再看一块 这像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款运动表 它具有很多运动表的特征啊 但是呢 实际上人家就是搁一个金属链带 让你一年四季空情无忧 仅此而已 防水几十米 但是呢 这颗表上有很多这个运动表的特色啊 比如说这个表盘 像不像那个甲板纹 某罗子纹对吧 还是标志性的小表盘 放在一点的位置上 表壳呢 是伦敦金融广场的一个造型 它背面还是这个超薄的珍珠托 厚度啊 只有九毫米 还差一毫米就能达到超薄了 那不过这个还是很薄的 连带呢 可以算是整体式设计 复合打磨 中间链接都是抛光的啊 设计上还是很不俗的 机芯的打磨呢 也很不错 哦对了 这个品牌啊 它是自己研发的机芯 而且呢 它还给至少七个品牌提供机芯 但是我不能说 你们还更想看哪些内容 或者深挖一些八卦什么的 互动告诉我们就行了嘛 到时候我这咖啡也该喝了吧 走吧刘老师还得干活呢 再来一杯咖啡 你看看 咖啡